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业生涯的巅峰期是在波尔图度过的 在为波尔图效力的三年期间 J马共出场136场比赛 打入了92例进球 2015年7月 J马以371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马进 但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J马就在2016年的东窗离开了马进 以420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了中超霸主恒大 他也成为当时中超的标王 在被问及当时为何突然离开马进 前往中国转会恒大时 J马坦言 没有人强迫我去这么做 就像我之前所说过的 这个决定是我自己做的 我不会透露更多有关 当时的具体情况 除非我听到一些与当时的情况不符的声音 否则我是不会透露更多的细节的 我去恒大与我从波尔图加盟马进是差不多的情况 即使我还有其他选择 但我还是决定加盟恒大 对于我来说 与恒大签约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但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 事实上我还放弃了一部分薪水 其实当时除了前往中国 还有其他球队为我提供了报价 但都没有被马进所接受 J马补充道 他坦言签约恒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赚钱 随后J马谈到了自己在中国的生活 个人生活以及足球生活 他解释道 我来到了一个文化上与众不同的国家 中国与我之前在电视或者视频上看到的有所不 中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中国人也真的太努力了 但在体育层面上 中国有些地方做得不太好 我在中国的起步阶段遇到了一些困难 十五场比赛后 我的旧伤复发了 当时必须接受手术 之后我的脚 怀 脚跟也接受了手术 加盟恒大后 伤病困扰了我两年 养伤的那两年对我来说 是真正的苦难和折磨 J马补充道 最后在被问及在马德里和中国哪里比较不开心时 J马坦言 我已经在上帝那里找到了我的开心 其他都是不重要的 但是你非要问我的话 2015年后 我真的不大开心 因为我当时受伤并困扰 在第二次手术后 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的确 当年J马本来被恒大赋予厚望 但他加盟恒大后 竟出场了16场比赛 也只有四球入仗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观看